小新住院居然还偷偷跑回幼稚园恶作剧 不料郑南北下的精神崩溃 小新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小新因为骨折住进医院 碰巧和阿梅住同一间病房 每天看到阿梅对着德朗医生打情骂俏 小新也是狗粮吃了一波又一波 尴尬的德朗医生见此赶紧起身离开 自从有了爱情的滋润 阿梅也是变了一个人 无论小新说什么难听的话 她不但都不会生气 甚至还笑容满面 这一场的反应把小新吓得大吃一惊 此时觉得无聊的小新就要出去溜达找事做 你要乖乖地待在这里休息 要我一直看到这么幸福的松巴老师 我越爱越沮丧了 然而小新前脚刚离开 立马又慌张跑回来躺床上 原来是那奈子来了 只见小新一脸病入膏肓的样子 然后就开始隐地级的表演 觉得好痛 就好像脚踩到豆腐那么痛的感觉 看到小新这么痛苦的样子 娜娜子当即进行安慰 听到娜娜子可以为她做任何事 小新又脑洞大开 想着让娜娜子穿着泳装 可不料刚要提出要求 却发现自己被晾在一旁 此时三个女人谈起阿梅的恋情 说着她们就要去看看德朗医生 而奶奶子等会就要回去学校上课 说着有空再过来 接着大受打击的小新决定离开医院 拄着拐杖来到大街上 随后还偷偷来到幼稚园 此时小朋友们正在上课 接着郑南还看到小新的屁屁心愿 瞬间大吓一跳 吉永老师还以为正男是在说梦话 就在他解释之时小新又出现了 就这样正男顿时精神崩溃 立马哭个不停 大家赶忙上前安慰 小新则趁机开溜 随后护士长拿着电话过来找阿梅 小新也在这时回来了 原来是吉永老师打电话过来 询问小新在不在 在得知小新人在医院后 正男彻底崩溃了 别冷静一点正男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